吸食致刃帶重建是骨科最常見的手術 因此術後照護是很重要的 跟著以下的注意事項來進行 足迴磅腐運動 足背用力往上翹 停留10秒後 接著再用力往下壓 並停留10秒 每日做3-5回 每回合做100下 足迴磅腐運動是很簡單的復健運動 可以幫助小腿運動收縮 促進血液回流 減輕腫脹跟疼痛 手術後就可以開始做 做完後記得要冰敷 在紅色冰敷袋內裝三分之二的冰塊 用夾子把封口夾好 將冰枕袋裝入夾鏈袋內 再放入枕頭套內包好 冰枕頭套內包好 Care of the 冰枕頭套內外側 冰枕頭套內外側 必得要更換枕頭套 冰敷的好處 冰敷可以改善疼痛 減輕腫脹 讓局部血管收縮 血液循環變慢 降低組織的新陳代謝速度 達到止血 還有減輕疼痛的目的 術後下床時 穿著護膝的方式 將護膝長度調成符合病人膝關節長度 再將護膝放置於腿下 角度調節器對準膝蓋終點 先固定調節器下方攜帶 接著固定調節器上方攜帶 其餘依序固定 護膝要穿一整天嗎 剛做完手術 一定要使用護膝和拐杖 才可以下床 護膝只有下床的時候 才需要穿 躺在床上沒有運動時 可以不用穿著護膝 只要依照 醫師指示 配合復健 以提升肌耐力 維持活動時 膝關節穩定性 避免再次受傷 大約束後兩個月左右 便可恢復以往日常生活 如有疑問 回診時 需立即詢問醫師 不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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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和 不及時 聖事